youtube 哈囉大家好 我是Traci 今天呢 又是開箱 然後看到這個 外觀 如果是鐵粉 或者是你真的有在買 或者是你有在關注 一定知道是誰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 這個是Our森林好朋友的 最近的新品 那这个新品呢 是他们跟台南的食物一起合作的 然后这两圈只要再真的超美 就是美到一个不行 好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这里面很多卷啊 但是呃 不是 不是全部都是我的 所以不要太紧张 我好像记得网站上是限购5卷 所以因为就是跟朋友一起合买 所以就是 一直就买这些 这是他们的名片 然后这一次的两卷是有分 这是一样的 等一下我走走 然后这个分 看得清楚吗 斜合音跟不斜合音 然后字写错了我知道 就是他们 第一版字用错了 好 那这个包裹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只有单纯开箱 实在是太无聊了 那 我先来直接拆给你们看 那拆完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来拼贴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两卷很棒的地方是 他们其实 就是 懒人拼贴的 非常大的帮手 就是你不太需要真的去做什么拼贴 因为他们 其实 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已经帮你做拼贴好了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它剪下来 然后 拼上去而已 好 我们现在来拆 我也是拆这个都很怕吧 你们不要用破 这有没有超可爱的 先放在旁边 然后这个是 不和谐音 然后这个是和谐 算了 错了 就算了 这两卷真的超美的 没有喔 超级美 来 先来打开循环给大家看 觉得这循环真的太值得看了 就是 它不像是一般的纸胶带 有时候 因为毕竟是做一个系列 它的纸胶带的风格 会非常的 接近 这我个人觉得就是很 完全很不一样 好长的循环喔 好长的循环喔 好 现在把它放在旁边 那给你们看另外一只卷 刚刚那卷是合写 这是不合写 这也没有到很不合写啊 我好喜欢喔 太可爱了 好 手好穿喔 欸好像超过原本的循环了 循环到这 很长欸 这两个循环都超长的 觉得太夸张 这画面根本摆不了 只这些循环 因为实在是太长了 好 那刚给你们看完循环之后 我们来拼贴吧 好 所以呢 我们 我现在终于 把场景移到书桌 因为我必须要在书桌这边 才有办法拼贴 因为我刚刚拍照 前面拍影片的地方是 是我的窗台 所以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让我坐在那里 不然我觉得那边的阳光 都比这边还好 好 那所以 我已经把 嗯 和谐音跟不和谐音的 一循环剪下来 它的一循环真的是超长 那这次的拼贴呢 我想要来一点不一样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循环很长 所以我打算把这两个呢 分别的一循环都剪下来之后呢 然后做一点小小的拼贴挑战 这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 就是 就是只用这两卷纸胶带来拼贴 但是我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例外 就是我可以使用一点点的印章来做搭配 但是主体必须是以这两卷为主 天啊 这超有挑战性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剪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剪 好不知道经过了多久 终于把这些 呃 纸胶带都剪下来了 然后这个是 不和谐音的 它们真的超可爱的 然后这个是和谐音的 有点反光 因为这个是PT 好那我今天准备了三种的纸 然后这些纸都是我在十分印刷买的 然后对 有点灰色 然后黄色 跟这个看白色 然后它是长型的 我比较少拼贴长型的尺寸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可是就是我大部分拼的都是这种 比这个大一些的明信片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看看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拼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才刚拿到 所以如果真的拼得不好 我也没有办法 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挑战看看 那我先从白色开始 我个人觉得白色会最简单 因为就是 不是最简单 就是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白色毕竟它还是属于比较 安全的颜色 这个先不要和 这个比较适合 那我的做法是我会把 和谐音跟不和谐音合在一起 虽然我现在是把它们分开没错 可是我觉得 两个应该还是可以就是 合在一起使用 天哪好紧张 好我这张应该就是贴这样 我这里就是 有没有想贴点东西 但后来还是想说留白好了 好的第一张完成 下一张来挑战灰色好了 由最简单到最冷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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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完成 第二章 好 最後一張 你看我已經貼了兩張了 還這麼多 你就知道這真的 我必須說我覺得這超好用的 尤其是我覺得 對於沒有那麼多素材的人 是一個很棒的 紙膠帶 因為你看它這個上面其實有超多的 不一樣的素材 然後完全就是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我可能會有一些 樂譜啊或者是這種 老書的紙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或者是你會說 欸我覺得我不想花這麼多錢 在這個東西上 那我覺得這紙膠帶就是很棒 就是它什麼都有了 然後所以你可以不用去太擔心說 欸我什麼素材比別人少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 應該說你看像幾盒也有 然後也有一些 它連這個開關超可愛的 就是它有各式各樣的素材 就是不會局限於 你不會因為一卷紙膠帶 局限於某種風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 因為像很多紙膠帶 它是有 也不能說有風格限制 但是這 呃 因為每個人自己的風格 就是都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兩卷就是蠻符合 就是所有風格的人 你今天想要走一些很可愛的風格 你可以用幾盒 那你今天想要走一些 嗯 有點復古 但又有點可愛的風格 可以走這種 那你喜歡復古啊 它也有這個叫 這算老照片嗎 黑白老照片 然後如果你喜歡 復古 就是復古加古典的風格的話 那我覺得像這種就很合適 所以我覺得就是 嗯 真的很好用 好我不說了 我要來拼第三張了 嗯 嗯 嗯 我的第三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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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美喔 貼紙 貼紙 還是貼紙 喔全部都是貼紙欸 這太美了 拿到的人也太幸福了吧 那今天的影片包含拼貼示範就到這裡 那希望你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加上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支影片 那基本上我目前的話 固定都是每個禮拜六的晚上六點上片 那我還沒有勇氣開首播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理我 但沒關係 目前先這樣 然後如果我有延後發片 或者是改時間改日期的話 我都會在我的instagram公告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一類相關的消息 請記得就是追蹤我的instagram 才不會漏掉任何訊息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的話 我有點忘記官網 現在目前是賣完了沒還是還沒 那如果賣完的話 我如果沒記錯 我記得 我有看到漢客是寫說 他們四月好像會在補貨 那如果沒有買到 很想買的人 可以鎖定漢客 或者是食物 他們應該會公告 這一類相關的訊息 對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